游客前往阴京公园和大型洋剧装饰合影路透 体育中心综合报道 2008平昌冬奥如火如荼进行 位于新南的阴京公园也因此沾光吸引不少游客前往 游客前往阴京公园和大型洋剧装饰合影路透 这座公园以许多男性生殖器造型摆设 作为神域纪念碑原本是不起眼的景点 却因冬奥观众近日翻红 根据当地传说 有位少女在等待男友采集海藻归来时卷入暴风雨遇难 自此村庄都捕不到鱼 直到有位渔夫往海里排尿破除魔咒 后来渔民在村庄悬崖施立一座神龛 并树立许多羊具未借处女精神 南韩是世界上神域率最低的国家之一 今年神域率更下滑至一 零四于此背景下象征神域历史的文化并不奇怪 然而充满阴晶图腾板凳炮台等装饰的公园 还是让许多观光客大开眼界 来自伦敦在东奥工作的Kith Child就说 走访世界各地从未看过这样的奇景 公园设立许多男性生殖器形状的摆设漏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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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衡柴伯设立许多男性生殖器 satisfaction 公园设立许多男性生殖器资设уз